在今天我们小燕之夜的现场 有了很多幅画 比如说这幅画我们看到了都是 好像是图丁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幅画 是一个女人的字画像 上面有点一颗字 我觉得应该那个就是她的本人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音乐是玻璃心 今天这些画都是她画的 当年是很多人的偶像 她是一个玉女红歌星 在不知道哪一天开始 习近千华 她要用她手上的笔 来画出她自己的人生 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她 杨玲小姐 我刚刚这样介绍 我想很多人可能在电视机前面 就等了一个胖嘟嘟的女人拿笔画笔 就晕出来 牛仔裤 你都没变 我怎么会没变呢 你没变 好厉害 谢谢 好好看 你真是还是我们的 心中的永远的玉女 谢谢 你刚刚听到玻璃心 你会想到自己唱这首歌的感觉吗 对 那时候还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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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对 阿咪 这是我们的班 刚刚我跟她说这个把心留住 她说 我不知道这首歌 你 是啊 很少人 对 很少人不知道这首歌 而且她又不是很年轻 对啊 骂得好 对不对 这首歌你想那个时候多少人在学 那还有 零下几度C 对 对不对 你那个什么动作 那个动作 我的心情当到了谷底 降到零下几度C 对不对 那时候就有点像 國歌一样的 几乎每个人都会那个动作 真是 对 她说她不吃 你说 不过她刚刚有补充了 故事的真相是谁写的啦 谁是什么 故事真相是跟黄仲坤唱的 那是你第一首歌吗 那首歌是 我前天出了两张个人专辑 后来卖的都不好 然后那时候唱片公司 真的吗 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唱片公司 希望那首歌是黄仲坤跟沈彦 我的师姐一起唱 后来沈彦姐姐太忙 没空 然后找我补上那个位置 结果你唱完大红 对 唱完之后没想到大麦 后面才有个人的其他什么 玻璃心把心留住的 这个专辑再出来 所以运气也很好 对 我在想说那时候 沈彦要没那么忙的话 我大概被 你的玻璃心就被沈彦唱走了 对 我那时候大概应该 就被唱片公司给冰起来了 大概 我觉得真的是 对 所以颜色很奇妙 很奇妙 对 奇妙 那玻璃心是齐琴写的吗 对 那个时候奇妙 她那个时候还在当兵 然后她是要写给她自己唱的 她退 她退伍 等一下 玻璃心她写给自己唱 男生唱玻璃心 对 她那个时候歌名叫玻璃的心 玻璃的心 对 然后呢 我听听唱片公司老板说 她是要退伍之后 就是帮自己 这个收集那个 一个奇妙 可是她后来 可是她后来 可是小玻璃她后来翻唱 我觉得她唱得很好 她后来自己再唱回来 她唱 我觉得她自己写那个歌 她有她自己的那个 腦袋里的故事 对 她有她自己的故事 但是我们觉得一个头发这样子 很好笑的感觉 来 坐… 来 杨玲小姐 谢谢 我们还是要再看一次她的身材 妳的身材怎么会这么好呢 有吗 可是为什么这个报纸经常都拍到 我又胖又肥又矮 对 我觉得所以你要站起来 要看一下 妳的小腰真的很小 妳是这 我报纸上会 对 今天还拍到说你 发福了对不对 对… 妳是怎么样 这个身材怎么会保持这样 我就 其实以前演艺工作的时候 在从事演艺工作 我就很喜欢运动 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我现在就是游泳 运动会这样子吗 游泳 跳肚皮舞 然后还有跳皮拉提斯 什么叫皮拉提斯 它就有一点点算是比较 比较柔软 它其实有一点接近瑜伽 但是没有像瑜伽 这个拉筋拉的这么样的那个 所以妳也要这样搬吗 不用搬 做一些伸展的动作 做一些伸展的动作 然后有氧舞蹈 我大概一个礼拜 大概一直到目前为止 还是运动四次 保持四种运动 好厉害 对 肚皮舞是真的就是 只要这边动吗 其实我学肚皮舞 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女人过了四十岁 这个肚子 我觉得很容易胖这里 一定是胖这里 对 我也是 因为我们都是做的嘛 对 吃完做 做完聊天还是做 对 站起来走过去看电视还是做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们女生最容易胖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肚皮舞 最主要不是想要把它跳得好 而是想要让自己的肚皮 你看可不可以结实一点这样子 但是我在想 跳肚皮舞的人 都是肚皮好肉肉的 可是你看它肉肉的 可是摸起来它是很结实的 对 妳也蛮结实的 我觉得我的比较软 妳摸摸看看 对 好软喔 Oh my God 要怎么样 要最基本的是什么 基本的动作很简单 基本上肚子舞 好 基本动作好 好 基本动作好 好 这样子站好 我们手要伸开来 站好 站好 手不要动喔 我有动 等一下 我发现我的肚皮没有在动 哪里动 不是 妳在动 我发现我的肚皮没有在动 就要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转来前面这个位置 然后再回来 再回来 再往前 上半身不要动 这基本动作 我有动吗 有动吗 不错了啦 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好 我练了十堂课以后再来 对 妳去 对 而且我 对 其实杨玲 今天我让这个气氛 轻松一下 因为杨玲 这么久没有上电视了 而且她也一直觉得说 我已经不是演艺圈的人了 那今天能来上我节目 我就非常开心 其实看到杨玲 我们真的看到是她 就是唱故事真相那个时候的你 那时候你 真的 而且你其实 刚进演艺圈的时候 到你离开演艺圈 你跟大家 其实并不是像很多人可以 好像 打成一片 你 人家都觉得你唱玻璃心 是不是让人家感觉你好像 就是有一层玻璃在照住你 我觉得 可能跟自己个性有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有没有关系 对 我自己比较 还是说 妳那个时候就有艺术家的那种 怪怪个性 对不起 我自己的个性 从以前 我喜欢把这个演艺工作 跟我私底下的生活 我划分得很清楚 划分得很清楚 对 我也不太会有 我就会爱歌 对